日取太阳无穷无尽 人体的极限无限可能 我是你们的王爷队长 大家晚安好嘞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跨时代战书 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问声好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来了三组选手 他们都非常的厉害 看看他们今天如何挑战跨时代的精彩 首先呢是我们的首类冠军之前呢 在冠军中的任务当中一往无前的水上飘选手 张成强 第二位呢那就是一位90后选手 他能够一个人配多个角色 欢迎他一下 另外的一位挑战者 他带着老婆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被称为是神头侠侣 我们欢迎他 今天呢我们还是有请到了我们的 冠军见证官张成卫老师有请 陈老师你好 陈老师我感觉好久我没有见到您了 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希望锻炼身体 那是不是也想着有朝一日 也回到我们那个跨时代战出舞台上面来感受一下那个赛道的 不敢 我是每次看了以后我就知道 他们都好强啊 然后我觉得这些冠军们确实是名不虚传的 然后我跟他们的距离特别大 今天我们的第一组选手非常的厉害 他是带着他老爸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老爸呢太厉害了 经常我们会在电视节目里面电影里面听到他老爸的声音 哦 那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00后选手登场 或许我不一定是全场最厉害的 但我相信我是最全能的 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赢得冠军 李老师好 李老师好 首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叫李直丹 今年18岁 来三辉合肥 是一名配音爱好者 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在配音界享有盛誉的人物 他是八六百西游记当中 孙悟空前五级的配音演员 哇 太厉害了 而且呢 是荧幕里面美猴王声音的塑造者 同时呢 还担任了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的影视项目的艺术顾问 并且还是中国首届影视声音学会的获奖者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艺术家 来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 师父曾说 人间有个好卫士台 不妨俺老孙就腾空下界 大探他一番 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来目 哦 果然名不虚传啊 好 不妨俺老孙你也来凑个热闹热闹 显摆显摆 我姓孙大名 在现场感觉好像又重新回到那个西游记的场景当中 李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旁边这是您的女儿 对 应该也得到了老爹的真传吧 就只能算是一个配音小白 因为我也只是在自己家里的时候用软件配过一些小的片段 然后在配音领域的话 我爸也算是我的偶像 但是因为我们平时生活都各自忙各自的 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一起合作一些片段 那这次来到这个跨时代战书 所以也就想说借这个机会 我们俩可以一起合作一段 所以我们这次就带来了那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面的一个片段 就借此机会留个纪念 接下来就请妇女二人这位组合 来我们带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配音 请看大屏幕 大圣 大圣 你的金箍棒呢 戏里说你给藏到耳朵里了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你这小屁儿 叽叽喳喳跟了我一路 俺老孙老人子都被你吵炸了 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好 不许再听金箍棒的事 大圣 二王神真的有塞你眼睛吗 好厉害 大圣 大圣 距离上是不是力气很大 很大 四大天王是兄弟吗 是姐妹 那哪吒是男孩吗 女的 多大天王有塔吗 没有 那塔里有人吗 哎呀 没有 哎呀 我的天呐 这一顿太阳